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 POP撞新闻 听众朋友早安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主持人黄青龙 今天是2018年 中华民国107年的5月4号 也就是五四运动 99周年 五四运动是发生在 民国八年 就2019年 那么对不起 1919年 那么发生在北京 当时就是因为 一次大战刚刚结束 那么当时的北洋政府 结果在巴黎和会的时候 那么我们当时中国的 这个在山东的权益 那么当时 帝国主义的德国战败 结果没有想到 最后的结果是 德国在山东的这个特权 是转让给日本 那就引起了这个知识分子的 非常的愤怒 那他们从 这个青年学生的运动 从北京大学开始 那么包括广大的公民市民 工商人士等等 那么参与了一场这个示威 那当时的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 叫做外征国权 内除国贼 有这么样一句口号 当时的外交部长陆征祥 还有这个负责去巴黎和会谈判的 这个中国的代表 那么还被学生 到这个家底去抗议 好那五四运动 当然后来就有一连串的影响 包括胡适之 他这个发展这个白话文运动 那后来的非常多的自由主义的思想 那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思想 那就是共产主义进入到中国 因为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前两年 刚好就是苏联 前苏联俄罗斯帝国 那么发生了这个共产革命 由列宁所率领的这样的一个共产革命 推翻了这个第二 那么推翻了第二 建立了一个第一个全球的苏维埃共和国 那列宁的这个建国的 或者说领导苏共的这样的一个思想 是从哪里来呢 它是从马克思跟恩格斯的 这个所谓的共产党宣言 那这个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在1848年 那等于说有一个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 那接诸了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另外一条方向 而被列宁这样的一个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领导 这个革命的领导者 那么所接纳 那这个在1917年 就成功的建立了第一个全球苏维埃的政权 而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以后 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共产国际 所以在也影响到中国的这个五四运动 就是在1919年 好那讲到说这个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 1848年 那么今年 今年刚好是马克思本人 这个200周年的这个名单 因为马克思生于18 这个18年 到今年刚好是200年 而且他是在5月5号 刚好跟这个五四运动也就差一天 也就差一天 所以这个中国大陆 现在是一派这种 社会主义的这个所谓的创新 或者说共产主义的延续的这个香火 现在好像就是由中国来引领了 那习近平上台了以后 这样的氛围 似乎更加的强烈 那么这个跟30年前苏东坡 所谓的这个苏联 跟这个东欧 整个垮台 所谓社会主义的破产 已经是形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 特别是在中国 那所以习近平在 5月2号 特别到北大去这个视察 那么也特别去看了 北大的马克思研究院 研究院 好那今天5月4号呢 5月4号其实因为 就因为五四运动跟北大的关系 所以今天也是北京大学的校庆 那么120周年的校庆 北大的120周年的校庆 所以在北京今天会有一场 有关这个纪念马克思诞成 200周年的一个盛大的活动 在北京举行 听说习近平将会亲自去发表讲话 我想大体上就是把他在19大 这个所谓的中国共产党的新时代的 这种所谓的使命 那么要把他摆进去 好那我们讲到说 这个马克思 这个200岁了 那他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了 170年了 这是他30岁的时候发表的 那这个 现在今年又是五四运动 99周年了 到明年就满100年 OK所以整个绕起来 这就是让今年的五四运动 那么有格外的特别不同的氛围 好那我们台湾这边 当然也我们也出现了 对五四的一个说法 主要是因为台大校长的这个争端 那么因为台大 其实台大本来跟五四运动 比较没有连结关系 他主要是因为光复之后的台大校长 就是从我们所谓的从台北地大回到 我们就是讲到说 国民政府时代的时候 那么傅思年 作为第一个光复后的台大校长 那大家都说他把北大 因为傅思年当过北大的校长 他把北大的自由精神 那么引进到了台大过来 那傅思年也的确无愧 他尽管他担任台大校长的时间不长 那么但是呢应该说也受到这个 他的整个的这个 在北大所倡导的历届的校长 从蔡元培到胡适志 所倡导的这个所谓的自由主义的精神 应该说这个火苗 是透过他延续到了台湾大学 包括在建时期 有非常多的事情 那么台大这个都有这个坑坑之势 那么能够站出来 好那现在呢 这个因为有这一层关联性 那刚好又管宗敏 这个所谓的把管的事件 所以在今天5月4号在台湾 那么就有发起了这个新武士运动 这样的一个说法 好那这个事件 我想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在谈论了 我也有很多朋友在问说 你黄某人的看法是怎么样子 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第一个 我并不认为他跟这个武士运动的精神 有那么大的一个连结 这是时间上的一个刚好 因为武士运动的确 这个武士运动当年的主要的一个诉求 的确是那八个字 外征国权 内储国贼 这是一个部分 当然第二个我们讲到说 自由主义或者说 这个所谓的这个 自由文化 跟这个大学的自治 两个是不是可以连结在一起 这是可以讨论的 这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问题只是在于说 我们今天因为台湾民主化了以后 今天再去谈这个所谓的自由的最原始的 回到99年前的当年的处境下的 所谓的这个民主 德先生赛先生 我是认为现在在台湾来讲 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但是这个阶段过去 我们必须要很重视到的一点 就是说民主也好 自由也好 这个程序正义都非常的重要 那特别是因为台湾的民主发展 到今天我们有统独的问题 我们有蓝绿的问题 我们有省级的问题 那么这么多的问题是造成民主化过程当中 有那么大的争议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但因为过程当中 有一个对程序正义的一个坚持 那么让这些分歧到最后总还有一条 最起码的一个这个平衡线出来 也就是说 对程序正义的一个尊重 这是维系台湾社会的平和 跟解决争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那么也是台湾这个内部稳定的最后的一个屏障 那么一旦说大家对程序的信任被破坏了 这样子的话 那这影响就是非常非常的大了 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讲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管中敏在台大的校长临选的过程当中 他有争议 有争议的原因就是说 因为他当过读懂儿 他所担任读懂的这家公司的负责人 又是临选委员会的委员 所以引起争议的地方在这里 好那但是呢 问题是说在这个选举前 所有的这一些的相关的法规 并没有说这样的临选委员 跟这样的当过读懂的这个候选人 是违法的或者不合格的 那么所以呢 这个程序军事就应该让他走完 应该走完 这个我们以前有一句话说 法律没有修改之前 恶法你也得遵守 何况我们讲一个事情 今天管中敏的案子 已经被升高到是一个政治事件了 那如果讲政治事件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当年的两颗子弹 这个319枪击案的发生 那么319枪击案的发生 难道大家没有质疑吗 难道不可以 难道也可以用一个说 因为发生的枪击案 所以那次的总统选举结果不算 要重来 可以这样讲吗 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有质疑 但是你并没有办法去举证 直接讲出来说它是违法的 那么最后的选票投出来 结果陈水扁是相对得到比较高的选票 所以最后大家 你就是要接受选举的结果了 那这是我们讲到说 今天讲到五四 我认为说今天在讲台湾新的所谓的这个新的五四运动 我觉得不必回到一百年前 这个当年的这个所谓的德先生赛先生 不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应该实事求是 那么特别在台湾今天 你所谓的对大家对自由跟民主的坚持 其实就是一个程序正义 那么大家要遵守 因为这是游戏规则 那么有了这个游戏规则 再大的争议 最后总要出来一个结果 那么今天的问题是出在说 当局对于这样的游戏规则 那么是漠视 是一种否计 那么当年发生的 我再举一次 两颗子弹的事情 质疑的人难道有少吗 但最后并不影响陈水扁 还是有当选 因为什么呢 因为程序正义 他的确最后得到比较高票 所以我觉得用同样的道理来讲 这个管宗敏没有错 这个读懂的问题 以及这个企业大老板 又在临选委员 这当中是有争议的 但是他并没有违法 所以教育部很简单 教育部应该收回他的 这个所谓的 对于这个临选委员不承认 他没有这个资格 他就宣布 这个台湾校长是谁 就结束了 那么至于后面 要将来要不要修改这个法令 临选办法 那是下一步的事情 好 我想在五四这一天 那么特别讲多了一点 因为今天两岸 都有相关的五四的一个活动 但中国大陆 谈的比较多的是 十点钟 他们有一个这个纪念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一个活动 习近平将会讲一大篇 洋洋洒洒的文章 那么这个文章 也让大家看到了 这个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 是如何的推崇 但是当然我们都知道 马克思主义他在200年问世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共产革命共产国际的推动 全世界大概死亡的人数 几千万人头落地 这个也就是造成在马克思的故乡 在德国 他的那个故乡 那个小镇特里尔 到现在为止 他们的故乡的人 其实都不认他的 对他是没有好感的 但是中国大陆 因为对马克思特别的推崇 最近他们有一个著名的雕刻家 吴维山 磕了一个马克思的遗像 一个雕像 那么有5.5公尺 三公顿的这样的一个雕像 那么送给了这个地方 结果这个地方的市政府 本来不接受 因为他们对马克思 是评价是很坏的 但后来有另外一股声音 这个鼓励的 说还是接受吧 为什么 因为摆了这个雕像之后 就发现 中国来的 大陆来的观光客 就络绎不绝 每个人去那边 就要去看马克思的故乡 结果就看到一个中国政府 送了一个马克思的雕像 大家纷纷拍照 也就是说 马克思的故乡的人 其实对马克思是 非常反感的 但是现在为了赚钱 他们也接受了这么一个雕像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今天是要邀请 海峡两岸法学交流学会的 秘书长廖卫军 廖秘书长 来跟我们谈 如果你要去大陆考律师的话 那么你可能有哪些问题 你要先了解 我们休息一下 POP壮新闻 好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我是黄青龙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 是海峡 财产法人 海峡两岸法学交流协会秘书长 廖卫军 廖秘书长 廖秘书长早 黄社长早 各位亲戚朋友 大家早安 是 好 今天为什么要请廖秘书长过来呢 是因为这样子 就是说 因为在大陆 2月28号公布了 这个对台30项措施 在他的第二大项的第13项 那么其中有提到说 台湾同胞可以报名参加53项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考试 跟81项技能人员的职业资格考试 那现在呢 有关律师的部分 那么大陆是在4月的2 4月底的时候 已经正式公布了一个叫做国家统一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那么这个实施办法出来了之后呢 等于是说 他的这个31项的这个对台措施里头 有关这个专业考试啊 那么这一块的部分啊 就等于是有一个落实的 所以一个办法出来 但是当中 当然有非常多的细节了 所以呢 今天特别要请啊 那么从事这个两岸法学交流啊 非常多年的这个廖卫军廖秘书长啊 那么他跟我们来掌握这个第一手的资讯 告诉大家说 如果你想去大陆当律师 想要通过律师考试的话 那么要注意哪些事情 来 这个这个秘书长 是 谢谢 谢谢社长 我想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大陆其实在2008年 对台开放了一个大陆的司法考试 那么就是同意我们台湾的人民 可以到大陆去取得这个考试的资格 然后可以担任律师 那么我想这个这个政策对台开放的 一开始就是我们海峡两岸法学交流协会的创办人 那么也就是前法务部长廖正豪廖部长替大家争取的 那么廖部长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台大法律系的学士硕士博士 他大学二年级就二十岁的时候就通过了台湾的司法官考试 大学四年级又通过了律师高考 后来大学一毕业就从事了十年的律师职业 一边也教书也当研究生做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对台湾的法律的职业环境 律师的职业环境非常了解 那么他考虑到 他也知道说我们台湾现在律师职业环境 其实非常的紧绷非常的饱和 那么第一个考量就是说 帮台湾这些法律人才寻找一个蓝海 让大家去开创 那么另外第二个考量就是 我们现在有开放一些陆企路资来台 那这个陆企路资来台 他势必需要寻求一些法律顾问 那么我们这一批如果是通过大陆的考试的 这个两岸律师的话 等于对两岸的法律师最为了解的一批人 那么当然会是首选的一些人选 是有意思 所以从08年开始就已经有台湾 台湾人就可以去考大陆的律师了 那你们是就是一个最直接的管道 是是的 从08年开放以后 就是因为廖部长争取的这样子一个成果 那么后来我们也持续为台湾的考生做服务 到了2010年 大陆的司法部以及这个司法 就是这些司法机关呢 就把这个台湾人参加大陆司法考试工作 正式委托给廖部长 带领我们社团法人海峡两岸法学交流协会 在台湾替大家服务 是 明白那到现在为止有多少人去考了 你这边有没有统计 目前考试的人 其实通过的人大概300多人 超过300多人 已经有300多位 就台湾 我们台湾现在已经有300多人拿到大陆的律师资格了 没有错 是每年去考试人大概报名有五六百人 那实际上到考的话大概三四百人 对那累积起来到目前08年到现在大概300多 我能读读读读读也不高就是了 挺挑战的 是这几年大概8% 10%左右这样子 OK 好那现在 从你讲08特别是10年之后 由这个你们协会来这个参与到协助的 那么这个参与到大陆去考到律师 现在300多人 我想也为这个两岸交流 这个做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那现在大陆新颁布的这个考试的办法 有什么新的地方值得注意吗 是 我想在介绍这个新的一些内容之前呢 我想先介绍一下我们要参加这个考试的一个程序 首先就是因为我们台湾的考生拿的如果不是大陆的学历 那不管是台湾还是国外的学历 基本上就需要经过先到大陆去办学历认证 也就是说把这个学历去经过大陆认可 说这是他们所承认的一个学历 那一定要法律系吗 不限法律系 不限法律系 对 所以刚刚讲到说这个考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除了就是对于法律人有另外一片蓝海以外 其实对于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一些 就是大学已经毕业的人都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机会 对 只要大学毕业不限科系 不限科系 但是你要去考的是跟你相应的那个专业项目是不是 考试的题目是一模一样 完全一样 你讲你现在是讲律师吗 对没有错 不限科系都可以考 所以他并不限制说法证科系才能去考 你食品科系的 但你对法学有兴趣自己自修 你也是可以去考的 没错没错 你现在是讲律师考试了 对没错 而且在大陆实际上还是每年都有非常多 包括工程系啦 包括一些念商馆等等 都去通过考试 OKOK 对 好所以要先做个学历认证 是 这是第一个 对那学历认证就不够 难不难 学历认证难不难 学历认证它不是一个考试 它就是认证这个学历是真实 而且是他们所承认的一个学历 他们都承认台湾的学历吧 大部分承认 但是当然还是有一些学制上可能不见得承认 所以这个就要送去大陆 还是要办程序 对 那应届可以办吗 还是说 还是要前一年就办 不用 只要在考试 就是应届也可以办 因为考试是在差不多六七月的时候报名 那九月的时候考试 所以这个等于是六七月可能有一些人正好应接毕业 他可以同时申请 只要他拿得到毕业证据 所以先拿到这个学历认证 再来 那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这个学历认证的部分呢 以往大家都要亲自去大陆送这个学历认证申请 那么同样也经过我们廖正好部长的争取 所以现在大陆的学历认证的这个单位叫做大陆的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也把这样子一个学历认证的收件啊 这个帮他们这样子低送的责任 也交给我们海峡两岸法学交流协会 所以这整个流程等于帮大家节省到 只剩下考试需要亲自去大陆 其他全部都在我们协会 都受到正式的委托可以办理 那学历认证之后呢 再下来 就是我建议大家 因为现在学历认证是采取全部网上的申请 也就是说不需要送材料过去了 那么所以我们协会现在也是全年度帮大家随时都可以服务 那大家如果已经取得毕业的证书 就可以先来办理 不需要几道考试前 对 那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就是 学历认证办完以后呢 每年这个考试前 大概五月份的时候 五月中旬 大陆会出台一个叫做考试大纲 这个大纲就是整个考试的范围 今年度考试的范围 那今年度的命题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大家就依照这个范围来准备 那到六月初的时候 所以今年大纲快要出来了 对快出来了 大纲快要出来 这在网上都可以看得到 对对对 网上都可以 什么网什么网上可以看得到 其实到大 就是不管是Google 或者到大陆的像百度啊 等等的网站 都有就对了 去搜寻 对 OK好 就是大纲 司法考试大纲 或者说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 是 甚至就到他们的官网 大陆司法部官网 OK 好再来呢 是 那么六月初的时候 大陆的司法部就会公告 就是正式的公告 今年度的考试的一个流程办法 对 那这里面就包括 今年什么时候报名 什么时候考试 然后考试的这个科目 等等的 这些全部都很具体的出来 对 那当然也包括考试资格的一个具体的限定 是 那么六月初出来以后 很快预计就是六月中旬 是 会开始接受报名 是 那么报名之后呢 到九月份的时候 就会开始举行考试 那台湾考生呢 我们可以去考试地方 除非你人在大陆 譬如说你就在北大念书 可以就近在北京报名 那如果在台湾的民众呢 基本上来我们协会跟我们报名 那么可以选择的考试地点 就是厦门跟深圳 这两个地方 这也是大陆的司法考试 就是司法部这边 跟我们廖部长 争取以后的 方便了哈 对对对对大家很方便的这两个地点 是 那么九月考试的时候呢 就是这是唯一一个必须要自己过去的程序 那么我们协会也会组织带大家一起过去帮大家做服务 好那非常的详尽哈 今天我觉得尤其是有有这个想法想去考大陆的律师考试的朋友 今天运气不错 今天廖秘书长给大家最直接的一个讯息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来谈论这个问题 好欢迎回到POP状新闻啊 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个两岸法学交流学会的秘书长廖卫军啊 那么他前面呢已经跟我们介绍了啊 这个如果你要到大陆考这个律师的这样的职业律师的执照啊 那么他的进行的一个程序啊 那么以及相关的一些这种这个考试的一些背景啊 好那接下来请这个廖秘书长跟我们讲一下啊 这一次刚讲到四月底的时候 新的一个大陆国家考试啊 那么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制度的变革啊 还有我想我帮听众朋友问一个大家的问题 就是说那我拿到了大陆的律师资格之后啊 我在大陆的职业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对象啊 跟大家人是不是就完全一样呢 好这两个问题我想大家都很关心 是是好谢谢社长 来我先讲到就是今年的这个制度的变革 今年这个考试制度已经其实像大陆司法考试 2002年实施到2017年 那么为什么在今年要做这么大幅度的一个变革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台湾正在推动司法改革 但是大陆其实也同样在推动一个叫做司法体制改革 那么他们司法体制改革呢 就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一个诉讼程序 所以为了提高司法公信力 所以要求就是这个担任法官检察官这些法律职业人员呢 必须要具有相当的一个法律职业水准 所以因此在其实从2014年的年底 他们年初年底 他们后来召开了就是中共的第18大 第18届四中全会 里面就有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那么后来也经过这个国务院颁布了这个通知 那么最主要就是为了提高司法公信 所以这个 这一点听众朋友可能不要懂 我简单解释一下 大陆的司法以前是属于行政 行政的一部分 所以他的很多的司法体系的人员 不一定要有司法官的背景 很多人有些军人下来的 一般公务体系的也过来 甚至我也碰过那种 以前这个干的都毫不相干的 变成检察院的检察长 这个是他现在觉得说 法律司法还是要专业化 是这个角度吗 是没有错 是社长指教的是 那么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这个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呢 就是以前叫做大陆司法考试嘛 现在为了把这个职业资格全部统一 让做这些工作人相应都取得资格 所以把这个制度整个改了 那所以现在这个考试变革呢 我想讲两个最重要大家 我们台湾考生最关心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应考的资格 因为台湾考生也非常在意说 是不是从今年开始就是非法律系所毕业的人不能参加考试了 那么事实上在刚刚4月28号颁布的这个实施办法里面 的确它里面是有要求说要大学以上 学士硕士博士呢 必须是法律的这个这样子的资格 这样子的学历 那么或者是如果大学以上毕业 但是非法律的这个学历的话 那就要有三年以上 满三年以上的法律工作经验 不过我们在这个这个办法的第22条 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采取了所谓叫做老人老办法 新人新办法的做法 也就是这里面规定也是说 如果以前已经取得考试资格的人 也就是说在大陆司法考试时代 已经取得考试资格的人 也就是说不限学历的人 还是可以继续考 那这也只有去年的人吗 不是2017年以前 应该是说这个考试的办法 就是刚刚4月28号颁布以前 已经取得大学以上的这个学历 不限可洗都可以考 我懂我懂 原来的人还是可以继续考 那再学的不行了 对如果今年入学 今年4月29号之后 4月28号之后 入学的人 就必须要照这个来 对就必须按照新颁布这个办法 那还有三四年的时间 是 三四年的这个空间 对 OKOK 这点很重要 对 而且原来的人是永久有效 不会变更 是是是 对 就是新的人 今年开始9月以后入学的这些新生 他受到这个限制 OK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革 有错 好 那这还有呢 然后第二点要跟大家介绍 就是今年的考试的方法 流程这个制度也不大一样 以往都是在9月的第三个周末 周日去考两天的试 那么这个考试呢 总共分上午下午 上午四节 我们叫做四卷 前三卷都是所谓的客观题 也就是选择题 是 第四卷是主观题 也就是这个案例跟跟这个深论题 是 那么所以呃 今年开始呢 分成两阶段考试 嗯 第一阶段把客观题拉出来 嗯 先考完以后通过第一阶段 才能够再过一阵子 再去考第二阶段的主观题 嗯 是 是 那但是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第一阶段的通过考试以后 可以保留两年 嗯 如果他第二阶段 今年没通过 明年还可以考 嗯 OK 好 那我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那如果哈 这个花了一番功夫啊 总好不容易考上大陆的律师资格了 哈 一个台湾朋友 那他现在就可以当 跟大陆人一样 在那边当一样的律师吗 是 是这样子通过考试以后呢 我们还是一定要经过一年实习 然后取得这个职业证 通过这个律师 他们叫律师协会 相当于台湾我们律师公会 是 有一个考核 然后取得律师职业证 是 但是职业的范围呢 这一点呢 一开始开放的时候 只限于涉台的婚姻继承诉讼 以及其他的非诉讼 就是非送案件 非送事件 但是在去年2017年11月1号开始 大陆司法部 是 会就是也颁布了一个公告 就是开放了五大类的237项的职业范围 那包括大部分的民伤士 知识产权 然后这个工程啊等等的 这些案件 台湾人都可以去进行诉讼 台湾的这些台籍大陆律师 可以进行诉讼 但毕竟这大概占了整个职业的 就是大陆的律师自己本身的职业范围 大概七八成 我们觉得还是不够 甚至说起来 台湾台籍大陆律师是没有办法进行刑事案件的诉讼的代理 这点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我们有一些在大陆发生问题的这个刑事案件 就没有办法委托台湾律师 那所以这一部分呢 我们廖部长廖正好廖部长还在帮大家积极的争取 现在刑事还不行 那以前有发生一些国安的事情啊 台籍律师可以那个吗 也不行 好像都要请当地的律师 是国安的案件基本上就是基本上都是刑事案件 所以台湾的律师没有办法受委任 没办法 是是是 好我想这个有关到大陆考这个律师 现在一方面是从08年以来已经有几百人 那另外他今年有些新的一个变革的办法了 那我想你们基金会啊 就是财团法人海峡两岸法学交流基金会协会啊 今年应该后续还会有很多的说明的这个活动 服务的一个活动 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可以上他们的网站去看一下相关的一个讯息 那么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大家要把握 我们5月12号就会举办第一场 好那今天这一段的谈论就到这里结束 那我们今天礼拜五最后第四段的节目 要邀请北京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张耿明博士 来跟大家谈台商仲裁实务的案例 今天是一个系列的这个四之二 那么请你不要错过 那我们休息一下 我是黄青龙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那么我们要继续邀请北京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张耿明博士 来跟大家分享他过去他在20年的仲裁员的这样的一个资历经历当中 所遇到的一些辅导台商的这个仲裁的个案 今天是第二个案例的分享 是张博士 请你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听众大家好 再来一个案子呢 就是那时候 我记得大概两三年前的时候 这个是比较大的案子 那个就有一个 大家知道台中最出名的就是 赖厝 赖厝 对 我以前在高中读书的时候知道赖厝 因为你姓赖了 就知道是台中的大户人家 那这个事情是有一天 我去外贸协会安排我去台中演讲 是 然后 那个赖先生跟一个罗先生来找我 听完演讲以后 现场告诉我 说他们去 18、19年前去大陆投资了 一个自行车公司 然后总金额大概 大概快两千万左右 两千万人民币 两千万人民币 第一期款 然后说现在全部钱都丢在那里 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那我听了就马上愣在那里 我说 18、19年前 那我问他说 你们合同在不在 然后工商登记现在还有没有 对不对 18、19年前搞不好都没机了 他当时合作的对象是谁呢 中方的话就是 在北京郊区 讲没关系啦 就是马家迎村 一个村委会就对了 对一个村委会 对对跟村委会的公司 然后跟他们合资的 对等于村委会那边负责出地 然后这个赖先生是出钱 他直接出钱 然后后来他出了钱以后呢 这个会发生结婚也是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就不能再去了 因为他身体上的关系 他走不动 他就罗先生要扶着他 然后他走不动 就没办法再去啦 是 对然后 当然他是有钱人啦 就一直搁在那里 搁在那里十几年啦 不知道怎么办 那他们没有在做事 没有在开发吗 对 对 就是对后来就去了解 就是说叫我们去了解 看那一笔钱到底现在怎么样 他是有几百万 四百万人民币 对三百多万 对三百三百三十万再加十五万 就是一共对三百六十 三百五十万 三百五十万左右 是是是 然后那时候人民币 币值大概四点多 四点多 对对 然后就这样的情况 一直问说要怎么解决 那我本来很头痛 那我就说 那就我请先律师调查看看 第一个看你们合同在不在 第二个去工商局 看这个赌 那时候登记在不在 第三个看你钱是怎么汇进去的 是 对 然后后来 诶 发现合同在他手上 在赖先生的手上 对对对 然后赖先生手上 第二个 有工商登记还在 大陆这个竟然还保存得很好 在北京市政府那边 对对对 工商局 工商局 登记 OK 然后再来的话 就发现那个 那个就是 合同 对合同 对合同里面 有有有签说 育友结婚 应交 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 就是贸仲会 对 对 就贸仲裁 当时居然还知道 对 当时我去称这个 这很压抑 对 然后我想 那这个就好办了 那就可以仲裁了 嗯嗯嗯 对 然后 我我后来我就 就跟他们看整个文件 诶 确实是这样子 嗯 后来 诶 这个事情一定要去调查嘛 嗯 到底那些钱去哪里 对 到底那个地现在怎么样 是 后来发现那块地 竟然被政府征收 征收了 哦 这样子啊 对 就征收为 公园预定地 哦 对 就变成公园了 哦 已经变成公园了 哦 已经变成公园了 对对 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对 然后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我就问他们说 要不要要求罔还 嗯嗯嗯 那跟中方接触 嗯 中方既然告诉我们说 诶 他有派一個人過來啊 然後說拿一個空白授權書 然後要求多少錢 事實上是要求15萬而已 一個女秘書 跟他要15萬 他們的意思是說已經付完 就結束了 對啊 然後就算了 因為他們在台中也是大戶人家 假如說這樣就算了 以為這樣就沒事了 然後後來就歷經了 他們也不斷的跟他接觸 跟他談判 跟他打電話 中方可能就是一般人就這樣子 不會隨便把錢給你 然後就查出來說那個錢 確實在中方那一邊 也是在村委公司那邊嗎 對 就在村委會的那邊 可是查出來 這個村委會 北京的村委會 那個負責人本身還是黨的書記 村委會的書記 我說那你遇到這個共產黨村委書記 你錢一定拿不回來 我那時候心裡上是這麼想 這個勢力太大了 對 因為各位大家知道 大陸一個村的話 大概是相當於台灣的鄉左右 鄉鎮 鄉鎮 鎮長 就是這樣的一個職務 對 然後我想說 你錢一定拿不回來 後來他們再怎麼想都覺得 哎呦 越太不甘 就是說要仲裁 對 問我說 事實上可不可以去主張仲裁 我說哎呦 那可以試試看 結果仲裁竟然起訴可以 仲裁會就開庭了 對 然後後來仲裁的結果 這個事情也是很好笑 因為我大家都知道我過去辦過林滴娟的案子 高雄市議員被殺的那個案子 哦 就是東北的那個事 對 對 結果 結果那個審判那個仲裁員 是從遼寧那邊過來的 不知道有沒有認識我 我不知道 我沒有跟他打過招呼 對 然後就這樣開庭了 對 然後 然後 欸 竟然到最後判決的結果說 嗯 百分之百 完完給他 嗯 三百五十萬 他投資三百三十五萬 對 三百三十五萬 對 三十五萬扣掉 對 三十五萬扣掉 然後還加利息 還加利息啊 對 對 對 我記得他拿到四百多 OK 對 就是這十幾年的利息 我再幫聽眾朋友把這個案子 再做一個簡單的歸納 簡單說就是這一位賴先生 九六年去北京 他本來要開設一個自行車公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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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是由這個廠房 是由北京郊區啊 馬家村 對 馬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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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委會他們的公司來負責 對 對 對 然後賴先生是這個 這個拨了這個 前期的資金啊 對 三百五十萬人民幣 已經過去了 但後來因為賴先生因故 沒有辦法去大陸啊 對 對 對 那那一筆到底他們怎麼處理 怎麼進行啊 就變成是沒有進展 其實他在大陸那邊 有一位張先生啊 是作為一個聯絡人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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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等到拖了很多年了之後啊 那現在找到您這邊來 對 去瞭解才發現 那一塊原來已經同意做為 要開設自行車工廠的啊 土地啊已經被當地政府啊 徵收作為公園用地啊 對 上面已經種樹了啊 對 對 對 好 那這樣子的問題就是 那我原來劃 弄過去的三百五十萬人民幣啊 對 這個這個這個 跑哪裡去了啊 對 對 對 要不回來那對方又講說 你之前有派一個秘書來 對 對 對 那麼已經給了你十五萬 對 對 對 以為是台灣遇到一個大善人啊 對 對 對 那最後結果不是這樣 好 那為什麼仲裁委員會 最後能夠全部的一個通過 我剛聽你這樣描述啊 很重要一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 你的這個合同 對 在 合同居然在 對 對 對 工商登記也沒有匯除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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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兩個最重要的因素吧 然後另外一個重要因素就是 他匯款端來在 喔 匯款單 這個很不容易 銀行 銀行上你匯多少錢喔 竟然十八九年前的單子 還有 對 他就把直接匯款端拿過去 這個就是我匯的錢 結果跟工商登記那邊 跟工商局那邊的匯款來源是一樣的 喔 那就吻合啦 就證實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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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 原告的主張喔 是有根據的喔 對 不容狡辯 就是錢 喔 不容狡辯 OK 那還有一個原因是 因為當初的合同啊 居然有簽說 雙方同意啊 遇到有糾紛 要交給喔 中國國際貿易仲裁委員會 對 對 對 這個也很重要 那最後是貿仲會仲裁 還是北仲會仲裁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 這個也在北京 對 北京有兩個仲裁委員會 一個是北京仲裁委員會 對 一個是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 所以最後是交給這個這個 對 對 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 對 對 對 這個稱為貿仲 對 但是貿仲比較貴一點 比較貴一點 對 但是我想這個 只要錢能夠要回來 對 對 對 OK 所以這個案子喔 也非常經典 因為它之所以經典 因為它是90年代 就投資的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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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跟很多的台資企業 現在碰到的 它是一個很有典型的啦 是 好 非常謝謝張崗明博士 今天跟我們分享喔 這個仲裁在台商的 投資糾紛當中的第二個案子 我們今天節目也進行到尾聲了 POP撞新聞啊 我們下個禮拜見 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台立場 接下來請收聽POP最正點